今天要打凶惡之折 敏 貝德之狗 這條影片是一個星期前 拖我現在才來配音 非常好 這條影片是我的影片 那天打不贏 但時間是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贏了 我沒有錄音 現在錄音 這版有新的陷阱 藍色的箭咀是減速場 但Judas的關卡 沒有之前的舊 算是最簡單 今天打了什麼 這次帶了Kujinada 還有陀螺絲 Lila 還有光神 這班主要是火牆為主 但地雷也很痛 這班主要的傷害筆是分割的 大概一個八千多 這班還有地雷 光屬性 大約15000 建議帶一些拆彈 和飛行 喜歡 這班沒有弱點 所以不用帶弱點 不用帶 剛剛說了加速場 和減速場 殺了法師 就會出加速場 好像殺完後不會放減速 所以要留意 鎖技掛到鎖技 這班又沒有回血水 要靠中間的回復磚 大概現在來說 沒有什麼問題 會減速 明確的減速 但這關真的不算好 但還是打很久 最重要就是 你要分別地對應 你可以一次過對應 火牆和地雷 需要 地雷都OK 多 很痛 一萬多都很痛 所以你看到我們帶了一隻 Lila 沒有這個 拆彈 這班 也是一次過清的 你清他會比較容易打 那你叫那些狗 是否比傑拉 也是要清的 他幫你往回血 這個叫 中boss 魔魅 日文叫媽咪 剛剛特地塗過日文 叫媽咪 他有這個 雅人 雅人 自己小心 不要給雅人 咦 合眼 還是妖精 I's蛋 差不多 那我們繼續 好像是 阿人 還是妖精 我已經不記得了 怎辦 可笑 沒有記錯應該是 應該是妖精 了 那自己小心一點 要留意右上角的鮮型擴散彈 暫時是最痛的 這裡沒有什麼大技 麻煩一點就是他打開減速牆 如果減速在右邊的位置 你一絕絕了他就可以打開鮮型擴散彈 去攪拌你 還有那些什麼反射雷沙不需要理會的 暫時就沒什麼 這班體狀說有情記 有些人可能會帶莫扎特 莫扎特是OK 但最好就帶陀螺絲和光澤 他這兩隻寵是排在S rank 光澤和Counterkewler 也算是很大力 陀螺絲拆彈L 加圍火翔12強 超大力 其次A級寵就是白旗 水天 鳳來 之餘此類 反而你對不到拆彈和火翔都OK 剛剛說過了 莫扎特 這班有情記 我明白 說了是這樣 清怪為主 最好是殺了法師 法師很重要 因為他會打開加速牆 如果不然 他自己本身是會放減速牆 那你殺了法師 就沒有減速牆 極運方面 其實就 沒什麼可以帶 暫時看 最推介都是 在Final Fantasy 那隻光屬城那隻 飛行家火蟲 大忌也是砌石那些 砌石其實挺好用的 因為那個人剛剛開始打 我是帶大理花的 說你也不信 是帶大理花的 我覺得這段影片應該 背景音樂都比較大聲 因為那段影片我開了很大聲 我打算大聲一點好像比較好 但我擔心我現在的聲音不夠大 但不要理了 這段影片的遊戴就是這樣 他走來走去 但明明是坐著輪椅 但走來走去 其實挺麻煩 不掛之一堆腳 如果他不是坐輪椅的話 我相信他應該有光雲 即是大黑天的踩 踩好痛一點 說笑 那這裡有大技 左下角的電擊 全體大約五萬左右 其實這裡挺窩心的設計 他的加速場 設置在他的油帶旁 其實我覺得油帶這隻寵 你連連都是這樣 因為他容易打也是容易打的 但是厲害不厲害 那又是第二回事 我們看看他那個 因為我之前都大概說一說 他的applet 但我覺得油帶這隻角色挺好看的 當然是耶穌的信徒 我忘記了 應該差不多了 現在說一下是進化的版本 拆彈M加反風 聚了能之後 異常進化回復加神Q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可以打 他是反射的 那你就不要想到什麼 如果他貫通 那都是有一絲希望 可以救到他 但他是反射的 那你沒理由拿來打 29層 不,39層 39層是大樂機 輕鬆很多 沒理由 帶你降臨要受藥自己 要用自己受藥 但是他那個大技有新東西來的 新東西來的 會撞擊敵人 他會隨機拿一下雷 24湯 威力的話 就真的一般 華麗有多華麗 你不要懷疑不實 就是這樣的意思 朋友的 combo就是 Energy Circle L 加有能力環L 不是炮擊敵人 所以就沒有老闆發覺威力 就算有你也不會用 現在哪有老闆 神經病 好像很藐視 那我已經成功入了王關 這次我主要帶香菜的原因 就是我沒有其他錯 你看到我已經帶了八旗 有帶香菜都知道我多窮 也窮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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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 就是 白卿也沒抵擋 入到關 他有多少位可以拿來卡點 就是 隨時會走來走去 還有自己放檢測牆 1圈就OK OK沒問題 但是去到尾的話 其實真的很麻煩 那最好殺了比傑拉 比傑拉也要殺 一隻一隻雷都可以 這裡的鬆身好像沒什麼 有沒有鬆身 好像沒有鬆身 但也建議是比較清 只要控制血 因為這版本沒有活潤水果 每一條血真的出了什麼意外 就可以用底的回復磚 回復血 這樣就OK 我在拍影片 你不要那麼大聲 我講誰 戰咀 戰咀 這些是減速場 藍色是減速 紅色是加速 台灣之後也會出 他現在進度追多快 今天出完豬神的黃昏 你聽到今天出豬神的黃昏 他就知道我的影片是什麼時候拍的 應該猶大Judas差不多會出 題目打得出幾快 應該大概出一至兩次之後 就會出Judas 大家有光神的同學 可以帶定 因為光神真的蠻好打 光神是S brand的第一名 然後第二個就是陀螺絲 陀螺絲 陀螺絲 當然 你帶了陀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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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陀螺絲 但是我們這次的Judas是用了反射 這個兩位不同 但是沒有說不可以用貫通 但是比較是值 去到2血 2血也是那些位可以卡 我有一個非常傻的做法 但是又是殺到 就是直接用香菜直接爆 因為大家知道香菜朝幾是加工,現在加了警統,直接瞄了它 輕鬆了很多,很健康,OK的 然後進去尾血,迅速又很快進去尾血 尾血是很麻煩的,因為尾血多了一隻媽咪,魔咪 我不知道他人文叫媽咪,我看他叫媽咪 這隻媽咪可以不清也行,因為媽咪沒什麼即死級 他最痛都是傳染毒,他四湯的傳染毒 留意二字右上角的線形框,大家不要站在右邊 基本上沒問題,我打算用陶羅斯加工的優勢卡下去 所以我打算用陶羅斯加工的位置,所以我打算用陶羅斯加工 其實我打算用陶羅斯加工,超痛,你看到媽咪也沒死 但基本上他離死都不完,由低坐輪椅等下班 到最後,左右可以收皮,因為加工 非常容易打,但到時在台版出了的話,應該是非常簡單 台仔都可以打贏 接下來這個一拳超人合作,其實我覺得抽不抽沒所謂 但感覺上好像很厲害,暗的那隻,暗的那隻真是低抽 現在不錯,開場的打人的必定跌一隻,兩隻寶珠 不用怕開場,初見沒有彈跌的那隻 最麻煩的就是不跌彈 自己跌自私跌沒問題,但最好的人家都跌了 人家一起打 這次就差不多了,下次見,拜拜